我们来看这一题 在一大气压零度C的状况下的时候呢 有某一个化合物呢 0.22克的这个气体的体积呢 会是122毫升 那这个化合物呢 可能是哪一个 这一题呢 有点讨厌的地方是 诶 它的数字我们不太熟悉耶 呃 122毫升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不要背这种不太熟悉的数字呢 给吓到 我们应该要回到我们熟悉的东西 就是零度C一大气压 这个所谓的STP的这个状况 然后我们要很清楚 STP的状况下复习一下 仍然是1more的气体 会占多少升呢 会占22.4 但记得是公升 OK 所以是L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情 诶 那122毫升呢 是多少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子想 首先122毫升是等于几公升 不是就要变成0.122吗 对不对 因为1公升是1000毫升嘛 所以122毫升就是0.122公升 然后呢 然后呢 去除余22.4 也就是每more有这么多公升 OK 那这样除下来的结果呢 会是多少呢 你除下来这变成0.005 OK 你除下来变成0.005more 那现在呢 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的这个分子量呢 不是一样吗 分子量不是等于质量去除以墨尔数吗 质量去除以墨尔数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式子 请大家务必要记得 分子量就是这个分子的质量去除以它所有的墨尔数 那我们知道呢 现在呢 这个0.05more的气体 它其实占多重 是0.22克重 所以呢 我们去算一下 把这个小数点都消掉的话 后面要补三个0 所以呢 就变成220去除以5 所以这个分子量算出来呢 是多少呢 就变成就是 每莫尔是44克 它的分子量就是44 所以我们回头就来看题目当中 哪一个化合物的分子量是44咯 我们知道甲烷的分子量是16 那再来呢 一氧化二氮呢 算一下 这边是14乘以2 再加16 28加16 诶 等于44诶 那这就是有可能的其中一个答案 再来算一下这个丁碗 OK C4H10 所以呢 是48 再加上10 得到的是58 诶 这个就不对啦 那D呢 这个叫做二氧化硫 OK 就是其中一个呢 会造成酸雨的东西之一 好 那我们去算一下 硫呢 我们知道是多少 硫是32 只要记它是氧的两倍就可以了 再加上呢 两个氧 所以你得到呢 是64 所以显然只有哪一个是44呢 就是B 一氧化二氮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今天遇到 讲气体的体积是讲到毫升的时候 不用担心 你只要乖乖的呢 把它换成公升就可以了 只是说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会有小数 所以这个小数点呢 点在哪个地方呢 就千万不要搞错咯 小数的计算 要处理的非常的细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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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